好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範例室 看範例室這個資料的平移伸縮這邊 那快速幫你再複習一下 來這邊 看這裡 還記得剛剛講到的嗎 我說當我們的資料加 A 這個加 A 其實就是平移的意思 然後是他的結果 全距不變 中位數會加 A 雙位數會加 A 標準差不變 那乘以 K 乘的是什麼 指的是伸縮 伸縮的話呢 當我乘上 K 倍之後呢 一樣 KD KM KX 每個都乘上 K 倍 所以就是說伸縮的話都會影響到對不對 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在做伸縮 我把資料做伸縮動作的時候呢 每一筆資料都會產生變化 都乘上 K 倍 只剩下技術是 全距跟標準差不完全對付 但是平移的話呢 全距跟標準差是沒有影響的 這樣子 會啦 OK 好 那如果你會的話呢 我們看這個題目這邊 我們看範例式這一題 他說 A B C D 的全距是 60 中位數 55 這不管他 算明數是 50 標準差 12 好 第一個動作 來 這個什麼東西 加 20 加 20 的話是什麼 這叫做平移嘛 對不對 每個加 20 所以全距是不影響的 所以還是一樣就是 60 標準差的也不影響 就是 12 對不對 唯一會有影響是誰 中位數跟雙能平衡數 每個人都跟他有關係 跟加 29 所以他會加 20 所以中位數的就是 55 加 20 變成了 75 雙能平衡數咧 就是也是一樣 你會加 20 所以變成了 50 加 20 變成了 70 對吧 可以啦 所以答案就說出來了 好 這是平移的部分 好 我會有點不難 那第二條影響是什麼 伸縮 全部乘幾倍 全部都乘三倍 乘三倍的話呢 每個通都會影響到 而且這題目對你還蠻不錯的 為什麼 因為我是乘以三不是乘負三 乘以三的話呢 就會管絕對值的問題 通是正的嘛 對不對 所以通乘三倍就好 所以乘三倍變成了 180 乘三倍變成了 165 所以乘三倍咧 就變成了 150 不要很差咧 乘三倍 就變成了 36 後來 考試不會考前兩個 考試考試好 第三個 為什麼 因為第三個是 又平移又伸縮 對不對 那你就想一個問題 是卡通的卡通東西 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正在算 真正在找數據分析的時候啊 我們為了讓數字方便做計算 所以我們可能把它這樣做 做個平移動作 讓數字變成什麼 0到1啊 1到2 對不對 這樣比較好想 懂我講的意思嗎 好 所以咧 怎麼辦 這個 這邊告訴你 是先平移 多少 平移時 對不對 然後再伸縮 伸縮了 複四 對吧 好 所以呢 每個數字呢 關注調整 來吧 全句的話怎麼辦 全句呢 是不受平移的影響 它只受誰的影響 全句 只受伸縮的影響 對不對 所以呢 乘上幾倍 乘上4倍 所以全句是60 乘上4倍就變成了 240 注意喔 原本應該要取絕對 欸 原本其實應該是要取絕對值的吧 但我偷懶 我反正不管正負就一立為正嘛 對不對 OK 好 那中位數的話咧 中位數 中位數的話 有沒有受到那個 平移的影響 有 有沒有受到這個 全句的那個什麼 伸縮的影響 通通都有 所以咧 中位數怎麼辦 就要乘上4倍 乘上8 先乘上-4倍再加10 所以 55 乘以-4 再加10 那是多少 -220 -220 -220加10 變成-2201 那是-210 OK 好 那算數平均數的話咧 算數平均數也是一樣 我也有受到那個平移的影響 也有受到那個 這個的影響 升速的影響 對不對 所以也是一樣 要把他50 -4 乘以50 這寫下去 -210 -4 乘以50 然後呢 再加10 就是你答案 OK 所以答案就等於 -19 好 這個沒問題 好 最後一個是標準差 標準差咧 它是不受平移的影響 只受這個什麼 伸縮的影響對不對 而且它取絕對值 所以就把標準差 找一下 標準差是12 所以答案呢 就是 12乘上-4 然後一樣取絕對值 事實上就乘以4就好了 答案就是48 OK 好 這個你把它寫上去